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你看到Line 我的头像 什么股市强强共 拜托你 你就打电话 0800-370-888来询问 或者你用Line at来问我也可以 因为我没有免费的Line 我的Line 自己 我手机的Line就是好朋友 亲朋好友 那再加上说清代的会员 那其他的就没有了 所以不可能免费的Line 那甚至Line at的话 我的通诉也有限制 我不会花那么多钱打广告 那对不对 为了做生意无所不用其极 那反正有缘就来嘛 没缘 觉得你觉得别人比较好你就去 我也没办法嘛 对不对 但是我想我给各位的东西一定是最真实的 我也不喜欢吹牛然后唬烂嘛 对不对 懂的就懂 不懂的就不懂 就像说 对不对 我想一路以来跟各位报告的台积电 我想今天最大的新闻就这个嘛 今天有一个 一早有一个会员来问我 老师这个来真的是 这个是怎么样啊 对不对 我说Intel就这样嘛 对不对 超微把Intel这几年打得哀哀叫嘛 对不对 那Intel没办法啦 你说设厂也来不及嘛 那再来也没那么多的工程师嘛 那再来 对不对 他也要防止超微 对不对 再继续做大嘛 所以他就来找台积电来争取3奈米的产能嘛 所以这个台积电绝对是天下无敌 你要懂 那我想讲了很多啦 那台积电未来的东西是在这个 我只跟你讲 未来的东西是在这个 那当然精彩绝对会是受贿的 绝对会是受贿的 所以你要知道 台积电这个很重要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因为今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 那中午他请我喝一杯饮料 他也跟我讲了 对不对 我们交换一些台积电的看法 他也告诉我 这个是台积电很重要的 你要懂 那当然精彩绝对是 会很大的受贿 虽然说他股价现在没有喷 但是你要知道 我喜欢讲领先的东西啦 就像说 对不对 汽车 我想我也是讲了很久 那台积电 对不对 我一直外资说不好 我一直鼓励你 这大盘没有死 因为有台积电嘛 对不对 我想到现在应该没有问题啦 你 大家应该看得懂说 这个盘就是台积电在控嘛 对不对 你说要涨到2万点 那台积电拉到700块就有了吧 对不对 700块 800块就有了 拉到2万多点 台积电拉到 8 900块就有了 那台积电会不会拉那么多 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那是政府跟外资的事情 你也不用去拆嘛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看 你不要爆量 不要过分就是过分的乐观 对不对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说 PSMC就是这一波的主流 就是这一波的主流 那当然很多的股票 对不对 你就是要买低档的 你就是要买低档 高档的涨多了 就是这个 我是觉得能放就放啦 你能够获利出厂都不错啦 慢慢的调节啦 但是呢 就是不要去追高 到时候留下来洗碗 我讲的很白啦 那低档的股票有时候Munker 就像我跟你讲的 对不对 那精彩嘛 那时候讲矽金元那算了 反正什么台胜科啦 那些都涨上去就算了 那中砂也涨上去了嘛 对不对 这个还算低啦 今天大涨应该来到这边啦 今天来到这边啦 那今天大涨 我还是看好 我还是抱着 那今天量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 如果说下个礼拜人 比较 筹码比较好的话 我可能也会带一般会员进去啦 因为这档就是很好嘛 为什么很好 好在哪里 就是你到了越高阶 你捷径制成越来越重要嘛 就像说你知道这个滑锦店 可能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 这涨到200多块 对不对 最高294块 那AMD概念股那一支呢 今天也才七十几块而已 也才七十几块啦 那当然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你做股票我会建议说 你真的应该是从低档起来做到高嘛 那时候中砂我们也是七十块左右进去 你看这一波会涨到九十几块 投信还一直买 所以它也没结束对不对 那你说这档股票 对不对 七十几块 很便宜啊 你看滑锦店快三百块 那它有没有一百块 有没有一百五的实力 对不对 我们就看着办嘛 那这档股票是最近有些小风波 那我们又小做一次啦 那这边等它风波结束再说啦 那所以你说真的啊 台积电你就不用去想太多啦 它要拉上去 对不对 那大盘就会涨嘛 那它要让它下来 外资要让它下来 那可能大盘整理嘛 对不对 那只是说时间早晚啦 它该涨它还是会涨 时间早晚而已 那当然你说涨很多的 你说像光照 说实在的 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 那当然 如果你是内行的人 今天应该很多人在讲光照啦 我相信因为涨停板嘛 很多人在讲光照啦 但是如果说你对半导体 很内行的话啦 我会建议你应该是要 获利调节啦 应该是要逢高获利调节 为什么 光照谁在做 投信在做 我也知道很多老师在做光照 但是我不会带会员去买 为什么 我前几年是二十几块 带人家买啦 那不管说这个东西怎么样 但是它已经涨到一百多块了 今天涨到一百多块 对不对 一百多块 一百零九块涨停板 但是你看啊 它都是业外在赚钱 前三季虽然每股赚四块多啦 但是你要看啊 对不对 前三季营收年增三十八 还不错哦 营业利益率二点六六亿元 年增三点四二亿元 业外利益七亿元 业外利益七亿元亦住啦 归属于母公司 就是说业外是赚七亿 本业是赚两亿 业外赚七亿 本业赚两亿 所以其实大部分钱都是业外赚的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嘛 因为它做的是比较中低阶的光照 这个你的老师可能不懂 你的老师不懂 你闹你就要小心哦 那懂的老师就是因为看到可能 对不对 投信在买哦 大家也跟着买哦 我也知道投信在买 但是我真的没兴趣 哦 我不会带会员去买这种 已经飞到天上去 然后它不是一个哦 怎么讲天下无敌的公司嘛 因为光照不是全球最大光照 还是日本那些厂商嘛 大陆也会做哦 那再来它都靠业外嘛 对不对 那股价你看到有没有涨很多 真的涨很多 那万一做不起来怎么办 对不对 我想投信做股票也不一定每次都赢了 对不对 很多股票做一做 哦 认赔的时候对不对 也很惨啊 哦 认赔的时候也很惨啊 对不对 你看投信有没有 像这些做一做 后来认赔的时候 这边多少钱 三百多块 到今天还在这边两百五啊 这不是烂公司吧 对不对 哦 你说联勇 对不对 也是一样嘛 做一做对不对 后来停损在这边嘛 都停损在这边五百啊 这边是六百五啊 停损在五百啊 对不对 那这边又买 那这边又停损 哦 所以不是绝对啊 哦 法人也不是绝对 哦 那我心中有一把尺 对不对 因为毕竟我的同学太多 我的朋友太多嘛 对不对 我会从 不管说你说财务面 哦 或者说产业面 因为最重要你说你要知道是什么 有的这家公司好坏嘛 就像我说上次拿这张图片给各位报告 我说我的这些同学们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条路 哦 不同的路 那有的选的 诶真的选到不错的公司 哦 真的赚了蛮多钱的 那其实真的要退休都是可以退休啦 那有些诶真的也是都是各行业的精英 就像说半导体 他就是精英嘛 他是某IC设计的副总 对不对 就做那个网通的嘛 你要问网通 要问他也OK 这个卖设备的嘛 这个 对不对 以前在印材嘛 后来在滑邦店嘛 后来退休嘛 买台积电赚了好几倍嘛 所以他也不用工作了 这个以前郭台铭给他 100张的华汉 华汉那时候100张是5000万 郭台铭给他100张的华汉 他也离开华汉 那现在在另外一家公司当协议还是副总吧 那也是不错吧 哎 华汉一张50万 100张就5000万 这个是在红色嘛 这个也是退休了 这个在那个 复盛应用嘛 其实还有很多嘛 所以你说 真的啦 因为太多朋友太多同学 我们知道的是真正的产业的知识 那你说另外一批朋友 什么人大户啦 或者投信法人啊 或者一些分析师的朋友嘛 对不对 大家比较有sense的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市场 这些市场派的看法 但是有时候你不能把股票炒得太夸张 你要知道股票炒得太夸张 万一死下来很多人会洗碗 对不对 你不要 洗了一辈子碗怎么办 你说这个会不会到这个 这个会不会到这边 我也不知道啊 你说这个会不会到这边 我也觉得也是不知道耶 真的不知道 你买在390的天运 你会不会解套我不知道耶 你买在对不对 你买在290的 280 290的敦泰 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解套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涨得太凶了 你要知道都是涨得超涨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 对不对 你这买三十几块的群创 会不会解套 今天还听到一个朋友说 有一个 这群创获得友达的 一个高阶 非常高阶的经理人 他趁着这波拉起来说 全部卖光光了啦 那好不容易等了20年 我终于可以卖股票了 卖光了退休啦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我还想说 历史的高档 有时候股票历史的高档 几十年的新高 对不对 像这个是 群创是多少年的新高 从100年到现在 对不对 十年的新高 你到底是要买还是卖 理论上是应该停看停吧 对不对 真的啊 那个放20年的高阶 那些主管看着这个 嫁嫁小送死了 全部卖光光退休了 不玩了 因为他也怕说 以后没这个价钱了 对不对 那你说买这些阳明长龙的呢 对不对 所以真的啦 有时候股价来到历史新高 不要留下来洗碗 真的不要留下来 你看光照也创 还原前子也是历史新高 也是历史新高 我不是打压股价 我只是告诉你 股票是人潮的 没有错 股票绝对是人潮的 但是它也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当海水退潮的时候 不要被 不要留下来洗碗 也不要留下来洗了几十年的碗 很多的股票 对不对 你说像国泰金 富邦金好了 国泰金好了 国泰金好公司啊 绝对好公司吧 没问题吧 对不对 台湾的龙头 但是你想啊 那时候 对不对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12682的时候 国泰金1900块 你把它还原全职 你那时候买19001800的 你还原全职下来 你现在还在洗碗 你知道吗 你把它还原全职嘛 对不对 还原全职 这么十几二十年的 配股配息配下来 你现在还在洗碗 现在只有四百多块而已 还三分 不到三分之一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真的 买在历史高点 留下来洗碗的人 有些股票 国泰金已经算够好 还是要留下来洗碗 1900万才变400万而已 那不用说宏达店了嘛 这个已经不用洗了啦 这个理论上就是 对不对 讲实在话就是看破嘛 对不对 如果我要抖啊 你买在一千多块的 不要说一千三啊 你买在八九百块 你还是 现在涨翻天了 你还是不能解套嘛 买一千三的 现在还原全职 变一百六十九 一千三百万 变一百六十九万 还是十分之一而已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 我说你看我做股票 真的都喜欢做低档 有时候你给它一点时间 但是说真的它会还你公当 就像说你说光照 我宁愿买长华嘛 长华没有业外吗 对不对 我讲实在话 长华没有业外吗 它投资长科赚多少 投资奇邦赚多少 逸华店 它有养了很多小公司 大陆也有 大陆那公司也要上市 那本业也不错 对不对 逸华不是同志 逸华店 对不对 这都是它的子公司 那你说三十几块贵吗 不贵嘛 光知道几块一百多块 到四十几块会不会过分 只是现在 对不对 你要等人家发动 我又不是主力 对不对 所以真的你说 做股票 各位要去想 你现在买的价位是安全的 还是危险的 大盘一万多 不管一万一 一万二 一万五 一万八 都是会有人套牢 都是会有人在洗碗 那你自己要去分辨 对不对 那你说这样合一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几天很无聊 真的是很无聊 亮说 就不要乱动 除了说几个有钱的 清代的小动一下 其他的我都没有大乱动 为什么 等待就是那一级必杀的机会 什么叫一级必杀 对不对 当然我们手中都有 甚至有些救会员都all in 因为成本够低 我们要卖都随便可以卖 但是舍不得卖 那新的会员 对不对 我就要他们五成 先五成 那一般的会员也是先五成 为什么 等待一级必杀 等待更确定的一级必杀 股票 股票 我说你不用怕买比较贵的价位 因为贵还会有更贵 只要确定 只要两个字确定 对不对 只要两个字确定 对不对 确定 只要确定他 中国要证 非常非常大的机会拿到 我一定会加码 再加码 一级必杀 但是现在 对不对 还是要等待一下 还是要等 虽然机会很大 虽然时间很近 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下 对不对 你钱要留在最有用的地方 钱要留在最有用的地方 是不是 当然你说这边 从210 220 沿路的嘎空上来 我们沿路的买上来 对不对 你越早来买的越低 是不是 我也没有对不起你们 很多人LINE AT天天问 两百贵 问那啥百贵 他也还是不敢买 那就算了 那都无缘 那当然你喜欢合一的 你也只能找我 对不对 本来我还认为说阿姨会比较强 会帮我们抬上去 但是他停损 停损就算了 对不对 那OK啦 每个人做股票 每个人的一个个性 那我相信合一 我是最了解 我也不会说 涨了100多块 赚个10块 就跳到桌上去 那真的跟猴子一样 对不对 很丢脸 那这边 你就是等待更确定 为什么要这样做 股票 你说对大户来讲 大户的成本当然低 大户随时要跑也可以 对不对 你说大户要跑 OK的 他们也是大赚 当然很多散户 有些套在300多 有些套在400多的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你买在300多 400多 那是你自己去追高 对不对 但是你要如何的 去反败为胜 那大户如何 他为什么时候要拉抬 再度的拉抬 第一波一定是 对不对 这一波是嘎空 那现在还有空单在 对不对 还有人放空 当然空单绝对是养料 空单绝对是助长的养料 但是如何去修理这些空单 你要有更确定的东西 你要有更确定的东西 就像说你说像 ABF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看这波星星又长得很凶 为什么长那么凶 对不对 为什么长那么凶 他也是从14块 对不对 107年的14块 涨到现在229块 涨了十几倍 涨了十几倍 对不对 你说真的 14块涨到135 够了啦 真的涨很多 涨了十倍 够了啦 但是为什么这一段 又涨那么凶 这一段为什么又涨 涨得比锦硕 涨得比南电还凶 为什么这一段 是因为台积电嘛 因为台积电帮星星买设备 你了解我的意思嘛 那大户这些法人确定了 更确定 哇 又从127 对不对 拉到229啊 因为他们知道 他可能星星收费最大 本来是锦硕收费最大 对不对 BT收费最大 你看这一波 有没有 那时候我跟你讲的 有没有 大户 超级大户 有没有 130 140这边买 后来涨到250 他们也是确定 你涨了那么多 对不对 30块涨到100多块 大户还敢买10亿 大户还敢买10亿 在这边 为什么 他们确定说 这家公司明年赚更多 你要了解这个东西 大户做股票不是白痴 你要买1亿 2亿 3亿 5亿 10亿 20亿 对不对 这个内外围加起来 也要快百亿吧 投信法人 外资 也要快百亿吧 这些人不是笨蛋 他们一定是确定 某些事情 对不对 他们一定是确定了 某些事情 紧说明年可能赚多少 十几块 OK 我买150万便宜 我套了我无所谓 至少明年可能赚十几块 他们都是 这没办法 这是资讯不对称 这报纸 都是到最后才会讲的 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股市没办法 你说大股东 董事长最知道 自己公司好坏 这些忠实大户 对不对 他们有他们的人脉 对不对 你百亿身家的人 是不是千亿身家的人 你当然知道 你当然那些老板 都是你的朋友 就跟我问我的同学一样 他们都是那些公司的高层 公司最正确的资讯 老板到底有没有在乱搞 对不对 老板是不是吹牛的 我也知道嘛 但是你说有些更深的 我可能也不一定知道 但是我要知道说 他做的东西好不好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三十块 这边三十块涨到一百五 大户还要买十亿 真的后来就涨了 为什么 就是两个字确定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事后来看 那时候一百五叫你买 一千万的紧硕 你愿不愿意 愿意啊 至少也涨到两百五啊 也快涨六七成 你买一千万也赚五六百万 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 不是什么参数指标 什么K线 拜托你不要用那种小额科在玩 真的啦 产业就是这家公司好不好 未来会不会赚更多的钱 对不对 那他的竞争对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 未来可能两年 未来两年三年都会很好 会大成长 获利会大成长 法人才会进去嘛 大户才会进去 那现在的股价还算OK嘛 这就是买股票的赚钱的道理 不是看K线啦 我讲白一点 你说三十块涨到一百五了 一百三一百五了 人家还要买十亿 人家还看好 那是第一个派吗 不是 因为他们确定 所以那时候我也跟你报告 对那时候盘很不好 我说人家 这个大户一天输几千万 少几千万 那时候大盘回来的事 回党的时候嘛 有没有 他说我的亲爱会员 我问老师 是不是空头吧 那一阵子嘛 有没有 那阵子大盘你看 那阵子大盘是大跌 跌到一千六 有没有 从一千八跌到一千六 跌了两千多点 很多会员会担心会害怕 我就举这个例子给他们看 我说 人家一天少了几千万 都没你卖啊 你会怕什么 对吧 后来是不是又一百五 又涨到两百五 你涨到两百多 他们不会卖嘛 当然会卖 他不是笨蛋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现在 这几天 我也是在看戏啊 我说实在 没亮我 对不对 我也是在看戏啊 这几天亮那么说 当然要看戏啊 你要保留会员的资金嘛 你要保留会员的实力嘛 你要等确定的时候 一级必杀嘛 对不对 这才是真正做股票的方法 不是口口抽 乱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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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我说合一 对不对 我想我已经人至义尽了 从去年一五三点五开始讲 从这边开始讲 对不对 这边也叫你卖一些 那这边也告诉你 台湾要证要来 后来涨到三一六点五 这边我们都有调 这边下来买 这边又调 下来买又调 我们降低了成本 那后来叫你都不要加嘛 因为不对 弱 对不对 我也劝你说你不喜欢合一的 你嫌他弱你就卖吧 真的跌到 跌得很惨跌到一百六 但是我还是继续的 追踪 我还是继续的讲 这边叫你们加嘛 我说 人家要嘎空 两百一两百二 两百三 对不对 那现在来到三百块 它一定会震荡 它一定会震荡 但是呢 它结束了吗 它没有结束啊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对不对 利多都还没实现 怎么可能结束 利多都还没实现 怎么结束 对不对 我想药华药 大家也看着流口水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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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想最困苦的时候 一百六十几 我都帮你们坚持过来 对不对 虽然现在还是很多人在打压 有些人 对不对 巴不得它下跌 看了就很好笑 无所谓 时间会证明一切 对不对 那你自己要有定见 我说你可以不用参加我的会员 你可以去信网路的 网路很多人看 一千两千三千五千 我的会员都说 老师会不会 我说我们都不要想那么多 对不对 你想那么多干嘛 你先一段一段的做 对不对 你先一段一段的做 那时候很多网路的网红说什么 每得一会到一百 那时候七十几块会到一百 结果现在跌到多少 跌到十二块 七十几跌到十二块 那时候很多网红 恒大会超越台积电 恒大两百块的时候 会超越台积电 现在跌到多少 三十八块 当然有除钱 我们不要 我们把它除钱一下 除钱一下 OK 除钱它现在是五十块 两百块跌到五十块也够惨了 剩四分之一 所以为什么我 从去年我做合一开始 我就叫你们这些不要碰 防疫股不要碰 因为这是难得的好行情 十年一遇的行情 现在都没有了 对不对 就像航运股也是一样 你也是要小心 这是十年一遇 几十年一遇的大行情 反弹结束了 它终究要下来洗碗了 这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你面对这些股票 你都要小心 那合一呢 为什么还不用说很小心 因为它利多没出来 没出境 对吧 所以你还不用很小心 但是你要怎么操作 怎么规划 这就是重点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 当然你一定要等待 那个最好的 确定的时间点 最好的确定时间点 那什么时候 当然我有我的资源 我有我的资源 那你有合一的 都欢迎你 你喜欢合一的 你也认同这家公司 还不错 当然机会很大 我们不敢说 什么一千两千三千五千 那是网路的人在说的 但是我们至少 对不对 你说大陆要赠美国一财 是不是 有没有机会 再来挑战前波的高点 这样就也差了不少 对不对 十张 十张也差了快两百万 一百张差了快两千万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 对不对 一百张的 五十张的 是不是 四十张 三十张的 七十张的 对不对 为什么 他们知道嘛 谁是真真实实的操作 谁是真正懂合一 不是吹牛 不是唬烂 要不要买个零点五成的 每天在那边吹牛 对不对 都真的会被笑 现在这个市场已经很透明 当然还是会有些韭菜 我昨天 昨天录完节目 然后下去 碰到会计师 会计师 也是我们集团的 他就跟我讲 我跟你讲 这么久 我跟你讲 那个谁 上个月还是收得很好 我说真的 会员赔死 还收那么好 会计师就很生气 会计师就是这样 比较会算 他觉得说 真的会员死一屁股 他还收得很好 那个老师还收得很好 那没办法 韭菜还是很多 对不对 我们看了 我们听了也是 那就祝福那些韭菜吧 人家讲的盘比较有趣 人家每天都第一名 对不对 没办法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 头裤也是一样 我只是不希望说 你们被坏人骗 被骗会费就巧事 有些股票回不来了 对不对 他也不会讲 他永远只会讲对的 那怎么办 对不对 你要洗几年的碗 所以很清楚 你说真的做合一 都欢迎你 加入我的行列 我帮你亲自的规划 这礼拜好好地想一想 也是有优惠 因为毕竟 这边它还没有喷出 但是等到喷出 我也不会叫你买 说实在 你如果到350以上 我也不会叫你买合一了 说实在 除非说它有更大的利多 如果真的要350以上 我也不会再叫你买 那趁现在还在抵挡 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特别的优惠 好不好 祝各位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各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